意味性皮肤炎好羊怎解?三体质这样调理,中医外喜方舒缓。 你也有意味性皮肤炎的困扰吗?根据台湾健保门诊资料显示,全台每年因意味性皮肤炎而就诊的20至49岁成人病患高达15万人之多,数量惊人。 尤其是,随处现代人忙碌,高压的生活形态,加上空污,埋害等外在环境污染加剧的影响,更容易使民众出现异味性皮肤炎问题,反复发作的几率大增。 意味性皮肤炎缠身。这些鲜,后天因素是致病祸首。 不过,异味性皮肤炎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?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人爱院区中医科主治医师谢旭东表示,西医认为皮肤是人体全身最大的器官,具有重要的屏障,保护作用。 可有异味性皮肤炎体质者,由于其先天受到基因遗传影响,有免疫失调的问题。 因此,肌肤对于外在环境的刺激本就较敏感,一旦稍有疏忽,就容易使肌肤发痒,红肿,脱卸,甚至出现阻止肾液等异味性皮肤炎症状找上门。 除了以西医观点加以说明外,谢旭东中医师也特别以中医观点加以解说,其提到其实早在多年前中医处理异味性皮肤炎时。 旧认为造成异味性皮肤炎发生的主要原因,因和患者先天皮须不足,肾气代谢不佳,使身体对内外在湿气,环境变化一起反应有关。 所以当后天受到外在环境中的风、湿、热等邪气干扰,现代所谓的气温变化,尘满、霉菌、下午2.5等空污,过敏源影响,身体便容易随之产生反应,造成肌肤出现诸多不适。 因此,想要改善,避免异味性皮肤炎问题反复复发,在治疗上势必得从先,后天因素一同助手处理。 中医谈异味性皮肤炎分三类型。对症条理助改善。 谢旭东中医师指出,中医在临床上处理异味性皮肤炎,主要将其分为三大症型,并讲究对症处理。 而三大症型根据成因的不同,分别为与外在后天环境诱发有关,处于急性期的风热型、湿热型,以及和内在先天本质有关的皮虚型。 且根据患者体质,正型的不同,在临床表征,治疗条理方针上也有很大的差异。 临床表征,患者体质往往会出现大面积红色丘诊。 临床表征,患者体质往往会出现大面积红色丘诊。 且骚痒感更像风一样在全身到处流窜,让人忍不住骚抓。 此外,更常会伴随有口前舌灶、大便前硬、小便偏黄等症状。 调理方向,风热型多属于异味性皮肤炎患者在急性期常见的症状,由于此类患者属于外在风邪入侵,导致皮肤敏感、发痒。 所以调理上会以消风散为主,来帮助民众疏风、清热、止痒。 湿热型。 临床表征,皮肤常会出现水泡状的突起物,甚至破裂出现肾液,产生浓泡、黄色夹皮,且四肢,关节弯曲处容易肿胀,排便偏严稠。 。 调理方向,针对这类皮肤发炎厉害,且体内湿热较多的朋友,建议可以用龙胆泻干汤来调理,以帮助清理湿热,降低发炎反应持续产生。 。 皮须型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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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异味性皮肤炎发作好痒。中医推荒百万喜方助之痒。 谢旭东中医师也提到,其实临床在处理异味性皮肤炎时,常发现不论怎么苦口活心和患者说明不要任意骚抓换处的重要性。 但仍常会得到患者这样的回馈,医师,虽然我知道一直抓不好,但真的养得受不了啊。 因此,除了说明中医如何看待异味性皮肤炎,以及建议的调理方向外。 谢旭东医师另外也推荐有异味性皮肤炎困扰的朋友。 不妨可视助自治药才准备容易,制作简单,且适合多种异味性皮肤炎体质使用的中医黄百万喜方,来适度擦拭,湿肤患处,也是不错的止痒,舒缓方式。 中医黄百万喜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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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法。 1. 将购买回来的黄百简单讨喜去除杂质,立钱备用。 2. 取一大锅放入处理好的黄百,加入适量清水淹过药材。 转中小火开盖煮开至水沸盆,即可熄火。 3. 将汤汁中的药材取出后,放凉备用。 3. 用法。 4.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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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在每天晚上洗完澡后,用放凉的药汁擦拭换处,再简单冲洗。 2. 2. 或用前径的纱布巾,厚毛巾,沾湿后,湿敷于脖子,手肘,手腕,膝盖,脚踝等部位。 4. 5分钟后拿起沾湿再敷一次,共6次约30分钟,接住简单冲洗皮表,避免药汁沾染阴雾即可。 6. 作用,能清热造湿,泄火解毒,抗菌,发挥质养作用。 6. 7. 8. 8. 8. 9. 10. 9. 9. 1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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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11. 以保持肌肤处于潜爽不潮湿、闷热的环境,来减少汗水、温度及摩擦带来的刺激。 并善用乳霜、凡是淋锁水、锁油、做好保湿工作,同时配合专业中医西给予的药物治疗,就是有效舒缓不适的好方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